原諒我要記受恨 仇田恆空必須要消解 如我只是處處隱陽 結果必更快 原諒我要報仇恨 從前舊傷身添血債 在我身上痛到針陽 我要你親身連條件 人生雖有些爭奪 何必因此奮在兩派 人群中把我打傷到地 胃口原是你慈善 明白你也有防備 我仍未輕述表態 但我一樣向你偷襲 我看這招事成愉快 你答應我的話 今晚今晚我就是你的人 不過你捨得離開楚三郎嗎 好 好 好 我告訴你你又死一條 我走進去 如果想到你, 不會這麼容易歸信我 以你這樣的性格, 怎會不跟你大哥報仇? 陸公公, 你好卑鄙 這些怪不得我, 要不是你會行刺我 怎會這麼容易被我抓到? 要殺就殺, 別說這麼多廢話 殺你?沒那麼容易 我這次攻打中原 正想不到有甚麼辦法可以對付萬劍山莊 而你呢, 就剛好及時來到了 楚三郎, 不會不理他妻子的 三郎他不會這麼笨, 他不會想你當的 平時都不會 現在有你想道了 不到他不自投羅網 六公公 六公公 你不用白費氣了 六公公, 我將來一定會殺死你的 殺死你的 將來? 甚麼你還有將來呢? 如果是有, 還是跟我回世下生兒玉女而已 你幹甚麼?你想怎麼樣? 你不要走過來 你不要走過來 我不會走過來 我愛你 我愛你 好嗎? 我愛你 我愛你 我 我 我 天嵐, 我求求你, 殺了我 殺了你? 殺了我 那要用誰來威脅萬劍山莊? 三郎他不會上你的當 到時候就會知道 天嵐, 你別走, 求求你, 你殺了我 天嵐, 我已經沒面目見三郎了 天嵐, 你別走, 你殺了我, 天嵐 天嵐, 去到這麼久, 掩飾到我 真是我放錯了他 莊主, 獨孤求拜 你在山洞這麼多年, 一個七人 我想他不會做出些對童帝不利的事 他無法服供求拜 他都應該回來的 莊主, 你放心 這件事一定會很快水落石出 莊主 莊主, 少爺走了 莊主, 公主刺殺陸公公 少爺一定要追她 那封信是少爺留下的 有些人打死 三郎, 真是太濃郎 總監 你們把你和大家一起 你們兩個一起 這把你們親家 親給莫綜藏所洗出來 就 走 少爺 少爺 少爺, 你們出來幹甚麼? 莊主知道你找公主 所以叫我們來請你回去 你們不幫我救公主 還要我跟你們回去? 少爺, 莊主的笑話 我們不敢為抗 你們別管我, 你們先回去 少爺, 公主走得很久 你追不到她 少爺, 請你跟我們回去 是呀, 如果你不回去 我們很難向莊主交代 你也知道拿不到我 是不是要我出手來才走 大哥 你不用來勸我 我不會跟你們回去 大哥, 我是來幫你的 小姐 不要多事, 你們先走 那... 小姐 爹 湘兒, 三郎現在怎樣? 他還是很不安定 三郎真是太不為大骨座上 老公公現在大舉入村中原 楊精蓉和余公公聯手叛變 公主又是他的手上 現在這樣下去 我也幫不了皇上 對我自己也很危險 爹, 大哥這樣做也是為了公主 六公公已經進兵中原 我想這場仗是難所避免的了 爹, 不如我們出動全莊人馬 再請救皇上支援 或者可以救公主 誰呢? 皇上是一國之君 怎麼會理我們的江湖分證 現在過世這麼緊張 三郎都應該以國家為重 難道我們有得公主 拿在他們手上嗎? 救人的事, 一定有等機會有計劃 最怕到時候公主已經死了 這麼說, 我也沒辦法 不如我和大哥一起去吧 我答應你, 如果沒有十足把握 我們不露面 不行, 一個盧公公已經很難應付 大家亦天難, 沒用 最怕余大哥不在, 如果不是的話 可以跟他商量 爹, 余大哥在哪兒? 他… 你派了他去哪兒? 他一見他師父 毒孤求拜? 嗯 他不是已經死了嗎? 我也這麼以為 不行, 我要找他 湘兒, 他們師徒這麼多年不見 一定有很多事談, 你沒關要他 你一談談你大哥 你放了我, 你放我在幹甚麼? 大哥, 我不能放你 放了你, 你又會再去 我不管, 我就算死也要救公主 大哥, 你忍耐一下 爹已經在幫你想辦法了 如果你是我妹妹 你就聽我說好不好? 你別叫我難做 術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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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三郎也算很耐性 老婆被人抓了, 居然無動於衝 或許她不知道公主在我們手上 現在我們和萬劍山莊分成兩派 就算公主不說, 她也應該知道 是呀, 總之我們不能等那麼久 沒錯, 我們一定盡快引他們出來 要引草三郎出來, 很容易 草莊主, 岳王爺命小人來 告訴莊主, 玄姬公主正在姜君府作客 並命小人把公主順為一件送上 二文豹, 把李俠打開牌 是 是 你給別人錢 是 莊主 好 你回來告訴我王爺 你有理貌我已經收到了 叫他下次不要在我面前找這些白癌 走 幫我抓住 是 莊主叫你走, 走 走 走 是 是 謝謝你面前 別說這麼多, 公主在等你救我 我先走了 你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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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 你這次不要妨礙我 讓我去救公子 我的話, 你也敢不聽 三女, 救人的事千萬不要老毛 要不然很容易 中了楊正容的詭計 我不管, 就算怎麼樣 今天我一定要去救公子 不行, 一定不准你去 爹 當天就是因為你悠遊寡斷 已經害死了大嫂 你現在還一意孤行的話 公主會成為另一個犧牲品 是呀, 莊主, 請你救公主 不用多說, 通常跟我回去 爹, 人家公主 都是為了想幫我們萬劍山莊 才被她抓了 我們怎麼可以這麼自私 不去救她呢, 你說吧 是呀, 你經常說幫我們想辦法 到底想到甚麼時候 是呀, 好了...大家不要衝動 莊主, 莊主, 三郎 都是因為救妻深切 好了, 我現在想到一個辦法 一定能救公主 你善途主張, 答應了她 叫我怎麼救公主 莊主, 今天這個環境 你已經看到了 我們除了答應她之外 還有其他辦法 是呀 是呀 你照我怎麼放呢 莊主, 我想過了 如果我們一定要救人 和蕭美陸公公 就要求助於皇上 是呀 好, 楚仲庭 你今天找朕有甚麼事 小仁經過幾個虎屍 已經想到一個辦法 對付楊正榮 有何妙計, 快點說 請皇上下一個聖旨 讓小仁和楊正榮那幫叛臣 去廣和 這樣小仁就有辦法對付他們 鳳天成雲, 皇帝照約 楊正榮, 余朝恩, 師通愛族 率兵叛變, 本屬罪無可恕 理應問罪, 言朕恩念, 及民生困苦 不欲大動干戈, 言為楚仲庭為陰差大臣 著楊正榮, 余朝恩 陸公公於本月五日五時 於百花亭共商和約, 陰此 開來 是 你們皇帝真麻煩 說話就說話, 還說一大堆廢話 回去告訴你這個皇帝 去不去, 由我來決定 是 還不走 是 陸公公 這張聖旨有皇帝的玉璽 是真聖旨 是 我們回去看看 兩人奈我們吳婆娘的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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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福地, 就可以平定戰亂 你的如意仙佛, 被他打得太響了 我老爺, 我們已經做出最大的讓步了 但是好義最為首, 收到它, 免得我們勞命傷財 不行, 就算惡王爺肯, 我也不肯 陸公公千里少少在西下來到中原 就是這麼少的地方, 當我們是甚麼? 如果兩個狗兵, 你未必將得上風 吳京, 吳京 吳京, 吳京 吳京, 走 吳京 吳京 放開他 是 王爺主, 你不用多說 你今天約我來的目的, 我很清楚 我告訴你, 你不用此意救老公主 你剛才提出的和揚, 我們也不會接受的 我們走 是 都是我不好, 一時大意, 大哥中了他們計 我叫你不要這麼老猛, 現在怎麼才好呢 莊主, 現在不是說哪個錯的時候 目前最重要是先救少爺 我都沒有主意 最需要羽大哥不在這裡 爹, 我找羽大哥回來 千萬不要 為甚麼? 他見了他師父, 他自然會回來 你吹他也沒用 但是這樣等, 等到甚麼時候 或者我可以請到獨姑前輩幫忙 好 湘兒, 我不叫你去, 也有原因 甚麼原因? 走著 湘兒已經長大了 應該告訴你 是二十多年前 見性見恥, 是武林之中一時無傷 他為了約給我一比高下 他約我去華山比武 結果我打贏了, 我就推到山崖 從此之後, 他就失蹤了 這件事, 我都很傷心 你一直不讓我找羽大哥 就是怕我見到獨姑前輩 事家多這麼多年 我怕他也不會放過你 我相信不會 我是於大哥口中 聽過關於不少他的事 獨姑前輩應該是一個明示你 恩怨分明的人 如果你這麼難化, 我也沒話好說 你又想他幫到你的 是呀, 不如你把老公公的事說給他 他能夠幫你也說不定 爹, 那我現在去吧 雙元, 你小心點 知道了 莊全, 你等雙元一個人去 很危險的 我都有我的想法 現在天下之間 總有誰還獨孤口敗的對手 陸公公, 沒錯了 我就可以兩個互相參差 陸公公殺到獨孤口敗之後 我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我求求你 你求我 你求我 我可以放開你 是 殺就殺, 別說這麼多話 你想死吧 我告訴你 這個 是你最喜歡的女人 也是我曾經喜歡過的女人 你看著 你 你卑鄙 我要殺了你 怎麼樣? 知味如何 你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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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我回去 你就把這兩個人交給我 你太過分了 陸公公 我的人一向都是這樣 甚麼 豈有此理 陸公公 甚麼事 你就叫他把這兩個人交給我看管 你當我陸公公是甚麼人 陸公公 大家自己人何必勞氣 是呀 陸公公 王爺有事相請 請你去一次有事商量 好 你說 易天臨品不對我 你怎麼處理他 陸公公 這些只是小事 我會跟天蘭說 他這次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根本有心跟我作對 陸公公 我們的目標是萬劍山莊 萬劍山莊倒了之後 別說公主 連天蘭也送給你 我真的不意外 你老賣 總之怎麼樣 和鍾虛 靠你 等事成之後 他們再也沒利用價值 除非你怎樣處置他們 好, 我就忍住這次 易天蘭, 我怎麼不會放過你 謝謝易天蘭 你不用謝謝我 等到易峰不相迎來了 我就要殺死你們兩個 原來易峰對你不住 夠了, 我已經聽到 就算誰對誰不住也好 也好應該有個了斷 其實有很多事 不是用死才能解決的 那就看甚麼事和對甚麼人 其實我真的很羨慕你們兩個 可以這麼相親相愛 而且還可以生活在一起 而我怎麼千方百計也好 都得不到易峰 天蘭, 你太鎖了 你真的一點都不明白 感情的事是不可以勉強的 我不信 我一直在等待 等待易峰能夠有朝一日 可以回心轉意 易峰他不會愛你的 因為你太過濫殺無辜了 還有, 你幫楊正榮做一些 傷天害理的事 你練過 我, 我有一個禁人 被淋死我了 就是易峰 你這麼說, 無非想我放了兩個人 你現在收手還來得及, 太遲了 就算我怎麼做也好 易峰也不會再愛我的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甚麼 你在幫外人打我來中原 我不單要打入中原 我還要殺死你們 因為你太傷害了 我實在好妒忌 你就是這樣被人看中你的缺點 所以利用你 那你錯了 我一直沒有被人利用到 是我自願的 天蘭, 你會後悔莫及的 尤大哥 湘兒 你怎麼這麼久都不回山莊 我有苦衷 大哥和大嫂被老公公抓去 你知道嗎 甚麼時候的事 你知不知道 原來我師父還沒死 你不用說 我知道了 這是你爹和我師父上一代的恩怨 你師父很應該明白 這件事是你爹不對的 我也很難跟師父說 可是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去救大哥和大嫂 我這次來的目的 也是想叫你師父幫忙 叫我師父幫忙? 他不會答應的 你讓我去找他 他在後山 那我現在去 你們去哪兒 師父 前輩 這個女人是誰 她是我妻子坐襄兒 襄兒, 拜見師父 拜見師父 坐重庭的後人 沒資格叫我 前輩 前輩 我都知道我爹和你是有個過節 但是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希望你可以搖曉他 甚麼事 你想跟他求情? 笑呀 我跟楚仲庭的恩怨 只能在武功上分清楚 你走 師父 閉嘴, 馬上叫我走 你不用趕 我自己會走 但是我要和于大哥一起走 不行 我大哥和大嫂被陸公公抓了他 我和于大哥幫忙 這些是你們的事 陸公公他自稱天下無敵 他還說中原武林 沒有人可以打敗他 是 陸公公 二十年前 聽說西夏出了個奇人 難道就是他 是啊, 師父 他現在來了中原 還想霸佔我們的國土 他武功真的這麼厲害? 他是西夏的國師 武功練到爐火純青 他來到中原之後 未逢敵手 前輩, 你叫獨孤求敗 如果你想求敗的話 這次是個好機會 你不用說 我是不會跟他打的 那算了 余大哥 既然你師父 他不想跟真正的高手比試 我也不想勉強 或者我們中原武林 真的沒有了高手 告辭 好 慢著 陸公公現在在哪兒 我都說過了 我都說過了 你讀過求敗的性格 他敢為有興趣 周主, 你真是這麼了解他 知己知悲 求勝容易, 求敗難 他練到一生的武功 都希望遇到這麼一個高手 可惜他不敗則而 一敗 恐怕他連性命都保不住 最好他兩敗俱傷 我就可以坐收愚人之力 周主, 既然如此 事不宜遲 你馬上就請皇上 調派大軍殺楊正蓉一個措手不及 將他一網打盡 甚麼?皇上派軍公道禮? 是 請岳王爺盡快作出決定 行了, 你先出 是 真是豈有錢 那婚軍怎麼這麼做? 很簡單 這件事一定是楚仲廷擺佈的 他見譚和義跟我們不成功 而楚三郎又被我們抓了 所以送養那婚軍出兵 那我們很容易對付 以我們的實力足夠跟他打一場硬仗 打是要打, 但怎麼打法 照我看, 他們只是想救人 救人 他們越想救人 我們就越不讓他們救 陸姑姑, 你有甚麼辦法 這樣吧, 你帶一隊軍隊去迎擊他們 而我呢 就押楚三郎和公主回西夏 只要過了邊關 他們就惡不出樣子了 對呀, 我贊成 我反對 天南 帶他們去那邊境都行 我一定要跟上去 這裡甚麼時候輪到你說話 陸姑, 天南和我們一起去 多幫忙也好 師父, 你現在不用劍了嗎? 你很想知道嗎? 我一定會告訴你 不過不是現在 我要等到武林大會的時候 你自然會明白 我們出發了 雙兒, 你在做甚麼? 我沒事 有個新紀, 你不如不要去 不要緊, 我不去玩就更擔心 嗯 我早知道你們會來的, 怎麼樣?還請幫忙嗎? 你弄錯了, 我不是來幫他們的 你是誰? 獨孤求敗, 故意來向你挑戰的 獨孤求敗死了很久了, 而且他不是抓擊的 等一會你就知道, 請 綁住他們 別… 走 天南, 我們不想跟你打 只是希望你放回三郎兄和公主 很容易, 你殺了我就行了 嘿! 男人 女人 男人 男女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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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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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兒, 你不要過來 天蘭, 你不要亂來 與你無關 乙鳳, 你也很愛湘兒 你當然不想他死 你到底想怎麼樣 這顆就是鎖鎖鎖 如果你吃了他, 我就放了他們 乙鳳, 不要 你吃不吃 你拿來 不要 乙鳳 千萬不要 我先走了 你不要 你殺阿 你女兒 我先把你嚇死 感谢观看 我没事, 大哥和公主呢 他们没事, 在房间里 什么事啊, 爹 没...没事 于大哥呢? 他... 他出了什么事? 他被热天然做了 他要你和他三郎, 和他救援 于丰已经答应了 不行, 我要找于大哥 雄仪, 雄仪, 雄仪 你已经有了身子 你不能随便走动 爹 你放心, 于丰不可以有事 你放心, 你不会有事 你知道吗? 你放心 自从你走了之后 我真的很怕以后再见不到你 我以后都会离开你 你放心 经过这次之后 我发觉不可以没有你 什么是我一世人之中最重要 你也是 是 玄机 明天我杀了六公公之后 我就会和你离开万劍山座 如果爹他反对 我都会不理他 我就要和你离开万劍山座 回到西夏, 你说好吗? 玄机, 我要和你回到西夏 我要在那儿建一个大的蒙古营 我和你住在那儿 我们过一些自由自在的生活 在那儿畜牧放羊 如果我们住厌了 再搬去地畜 你说多好呢? 将来我们生了你的子女 我就教他劍術 你就教他骑马 玄机 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过得快快乐乐 一定会生活得很幸福 你相信我吧 玄机 你振作点 你不会有事 我们一定会过到这样的日子 你相信我吧 你振作点 你会选择 我来选择 你上去 你不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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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恨 仇田恒空必須要消解 如我只是 處處隱陽 結果必更快 原諒我要報仇恨 從前舊傷身添血債 在我身上 痛到怎樣 我要你親身的條件 人生誰有些爭絕 何必因此分在兩派 人群中把我打上土地 回後原是你前山 明白你也有 sheer眼尚 永遠